这组画面,许多熟悉大连路况的朋友都知道,这里是南关岭老铁路乔寒路段,因为没有完善的排水管道而常年积水,成了困扰居民多年的南过岭。住在这里的百姓和过路的司机苦不开言。 由于这座铁路桥的高度只有三米,加上常年压车,道路积水,因此许多车辆都无法通过这个桥洞,通往市区的路只好被迫绕行后沿。 以前南关岭的居民如果想进入市区的话,如果不走那条积水路,就只能从我身后的这条路口,走这条路绕很大一圈,进入东北快速路。 为了缓解这里通行难的问题,近日,南关岭铁路寒洞附近的临时道路正式通车了,这样一来,附近居民不用再为汤水过桥而发愁了。 记者在南关岭铁路寒洞看到,原来泥泞的道路已经变成了干净的柏油路,南关岭交通得到了初步改善, 为周围居民和过往车辆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 但记者在采访中也看到,虽然这条路现在已经通车,但正在建设施工的干南路立交桥在临时道路附近搭起了围挡。 因此,这条路目前只能允许车辆单向通过,并且没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通道, 而整个通道最狭窄处只能容纳两台小型机动车并行通过。 就在离这条临时通道及两站地的明月广场附近,路面还有大面积的积水, 道路中央有若干个宽四五米,长近十米的大坑。 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附近居民的出行和车辆的通行。 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,这些大坑都是为铺设电缆而挖的, 相信施工结束后就会将道路填平。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,此次想修的临时道路只是暂时缓解南关岭地区居民的出行难题。 我是正在实施市区北部三纵三横的路网建设, 未来的两到三年,南关岭地区的交通将会得到更大的改观。 我来说,我们在实施市区北部三纵三横的路网建设,